多謝大家再回來,我們業輿論節 各位好 繼續評人所謂的優點的謀論 我們今天去到第三點 是,人民有當家作主的良好感覺 這一點小弟覺得 這一點真是對的,感覺 感覺是有的 所以有很多 享受過他們所謂的民選制度 他們很多時候會好像上了人一樣 很期待選舉了選舉了選舉了 要出來投誰投誰 小弟都有見過這樣的例子 而一個很好的例子 其實是我們台灣省的民眾 他們真的覺得自己優越 不知道為什麼 分開兩件事,一個就是感性上 另一個就是理性上 未必是相同的 感覺良好 還有真是良好 是兩件事 抱著你,疼你一口 到底你感覺好不好 看你那個是哪個人 美女走過來做一個 這樣做的動作 而我旁邊沒有老婆在那裡 感覺良好 哈哈哈哈 如果有老婆在那裡就麻煩了 那我耳朵不麻煩了 還有今晚膝蓋都慘了 是,我頂得當災 因為通常跪了之後 還應該要頂著一些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感覺良好我覺得 不應該是作為優點 一個情感的感覺良好 和實際上對國家的進步 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所以這裏他都說出了 是喜歡不等於是真是好 是,那所以呢 我們直接在這裏看完他的缺點四 缺點四就是說 現代國家人口更多 選民不可能直接認識候選人 而只能透過媒體了解候選人 然而媒體多半不公 中立公正 所以深受媒體影響的人民 需要當家作主的感覺 但可能只是假象 是,其實他在這裏說得很真 可能是媒體影響了民意 那所以其實當家作主是誰呢 是,控制著媒體的人 是,還有呢 媒體是被人控制著的 所以變成那幫人 控制著選舉結果 他們只是當家作主 那其實呢 也可以這樣想想 這個假的當家作主的感覺 其實很危險的 因為你以為你自己擔控 但其實某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擔控 你會淪為那幫人的工具 這個只是我假象 你這個感覺良好是沒有實際的效用 是,而且工具往往 工具的福祉是會被人忽略的 嗯 你會不會去關心你的鎚子 讓他擺在那個工具箱裡面舒不舒服 哈哈哈哈 如果這樣想一想其實就明白了 所以這個感覺良好 沒錯它是說的一個真話 但是呢其實這個真話呢 絕對不可以當作一個優點 好,第四點 給選民滿意的政治人物 才可以贏得選舉 成為執政者 反之之不能勝選執政 其實說真的 後面的第八點差不多了 就是 不對嗎?下格可以改 但是我們先不要說 改不改這個問題 可以就是說其實 你要真是要讓選民滿意的政治人物 才可以贏得選舉 首先第一件事必須要有的 就是你一定要這麼多個候選人 有一個真是給選民滿意 so far 艾Sir你投過這麼多次票 有沒有哪個候選人是真是給你滿意的? 兩個,兩個 我們這個還有一個大問題 我們是強迫選舉的 不選是付錢的 不選是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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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選是罰錢就搞定了 ok 一切都是錢作怪 錢作怪 我女兒就凡之 35元給得起 我不投話吹嗎? 是,我欣賞你的女兒 她現在給得起 35元而已 是,你罰吧 我是不選的 是啊 你選出來的那幫人 我沒有個喜歡 我不選 是啊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足夠的候選人 又或者被人搗出來那幫人 是不是有個真是你喜歡 但是小弟不敢說一定沒有 但是小弟真的見有很多例子 其實都是兩個藍番茄選一個 嗯 最好的問題就是 除了澳洲之外 選舉是自由的 你可以選可以不選 所以實在投票人數 在選民之中 比例也是越來越少 的確 不是所謂大多數人 你只是有投票那裡 那些人之中的多個半數 是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 投票率 無論在哪個地方 國家地方 其實投票率 都從未試過百分百 除了澳洲 澳洲也不是 雖然我們強迫 我剛才說了 我女士說35元給得起 還有其他更加好壞的事情 我的時間 去排隊投票 我不如做什麽 那樣東西使我更加開心 而那個差別的代價 超過35元 所以我給35元 我去享受另外一件事 心甘命底 心甘命底 明知我無緣無故要多給30元 但我覺得那樣東西 比我更值得 我花點時間去排隊 給這個 投這個不知所謂的票 哈哈哈哈 直球已經說明 是不知所謂的這個票 所以 每一次 他有時間去投票時 他問我投什麽票 他跟我 他連人名都不知道 我就說個數字給他聽 我這次投135 然後就投135 好像買馬那樣的 葉Sir 哈哈哈哈 因為我講了名字給他聽 他進不了腦 他不知道是誰 太長的名字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講個數字 有時候他連數字 他都不想記 給了一張小字寫著 多少號 那他進去就把小字剔 有一次他走出來說 我剔錯了 哈哈哈哈 看上了個字 這樣就無所謂 都沒有用 其實在香港也有類似這樣的情況 很多時候 那些公公婆婆 我認識你是誰 那些公公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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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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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發生過在美國 最後今天一定是死於一個所謂瘋子腦的手 其實死於CIA手 後話不表 這個不表了 所以就是滿意 什麼叫滿意 這個滿意這個字 也是可圈可點 他英俊滿意 看樣子 美女都滿意 是 我都滿意的 如果我們這區是有美女出來參選的話 我反正沒所謂 我就會選美女的 起碼他多些機會上電視給我看 話給葉太子 你大麻煩 他知道我欣賞女人的 這個沒問題的 他知道我喜歡看美女的 只要只是看就沒所謂的 沒所謂 絕對沒所謂 他有足夠信心 我看美女就不會變心的 OK 這樣也好 看而已 尤其是在網上都特地找美女看 小弟呢 早前有看過一條片 就是講日本的都選舉 就是他應該是類似地方議會的選舉 千奇百怪 很多人站出來搞很多古形精怪小動作 其裝二服的就是為了博得人記得的 你說這些是不是真是 比選人滿意的政治人物呢 甚至有一些可能上到電視上面 他們有所謂的電視的辯論的 或者演講的 上到電視上面 小弟見到其中一條片 就是一個候選人重複一句說話 重複了兩三分鐘 你說這些會令選民滿意嗎 其實現在就是 為什麼在日本會發生這麼古怪的現象呢 就是因為現在日本的選民已經開始覺得 你選來選去 我都沒有那麼多 我都沒有一個滿意的人給我去選 那結果呢 有很多人就是 哦 如果是這樣 我出來 將這個變成一個鬧劇 嗯 現在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 所以這個所謂令人滿意 我們台灣省都有啦 有一個候選人是曾經是做性工作者啦 那還有 老實說 有很多人都是跟葉Sir你這樣的心態的 是 如果真是選不到一個好的 你有一個美女出來選 我選你啦 起碼有一個美女看先啦 是啊 那所以 如果是這樣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選到一個好的政治人才出來呢 在今時今日這樣的環境 所以小弟覺得呢 優點四其實並不成立 是 啊 跟著優點五啦 因為真的選不到 三權分立 可以互相制衡 那於是呢 就削弱了那個執政能力啦 其實呢 其實 如果真的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好的人去執政 削弱他的執政能力 又是不是好呢 還有是不是每一次做任何事情 就是好像第一 我們今節的第一節這樣講法啦 那葉Sir你說其實要看回呢 當時是什麼時間地點 什麼情況 還有要看在做什麼的嘛 有時候互相制衡是 可能有他的需要 但是有時候 是不是每一件事需要互相制衡呢 那一個很好的例子 小弟呢 試過有一次呢 跟一個群組裡面的群友呢 就是談這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那他呢 就跟我說呢 說 喂 難道只有單一聲音好嗎 但是多元聲音好啦 每個人有不同意見 每個人這樣才好嘛 社會才好嘛 那小弟真是在說想 我沒有回答他啦 我覺得不值得回答啦 但是小弟在說想 例如你在說撐著龍舟 你是不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意見 每個人在不同方向撐著 每個人落獎的時間都不同 這樣是不是真的龍舟會走得快些呢 我有我的八指吧 每個人都不同 八指連山 是 就是你叫他跟必 他就經常跟你說 我這個也是必喔 你怎麼搞這架船是走不了的 大家知道的 這件事 但是 是的 還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出現緊急事件 譬如好像有一個重大疫情 用回到2020年的例子 有疫情了 我們一起投票 看看我們怎麼處理啦 等他投得秘利 全國都要感染 是啊 事實上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要互相制衡 互相制衡 其實互相制衡一定犧牲了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效率 因為你要制衡 你要去平衡 所以你一定犧牲效率的 所以為什麼在香港一條路要收大半年 效率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時間 就是說你那件事執行的時間 一定是拖長了的 第二就是效率一定要控制衡 A要這樣 B要這樣 C要這樣 加起來之後就不像A不像B不像C 一個怪獸了出來 是 因為大家控制衡的結果 當然是出怪獸 所以這個效率 所以這個效率 這個就是 我起碼看過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 真的做完那件產品 是不是那件事 和原意完全相反 當然可以 另外就是 譬如美國的例子 有一個法案 他們會回答很多其他Kickland 日後面一大堆 蟑螂屎 你這樣也好也好 你後面要塞一大堆蟑螂屎 那就是 你拿那些東西來捕捉 你就會很大件事 是啊 你要不就連股市一起要 真的 你又不可以跟他們說 我不要市行不行不行 對不起 不行 這是制衡 是啊 沒有啊 其實小弟 如果說回效率那方面 就是時間性那方面 小弟記得有一次 就要聽聽曾玉成先生的講座 曾玉成先生 他提過一個好的例子 其實挺有趣的 他就有一次 跟美國官員在說慎 因為他那時候在立法會 就跟美國官員在說慎 就說 我們香港的效率 真的很慢啊 但是我們建一條路 要九個月 只是在議會裡 聊聊聊聊 都去了大半年 跟著那個美國人 怎麼回答曾玉成先生呢 葉Sir你猜一下 你不就快咯 不是 他說 你們香港 未夠民主 我們美國 我們美國建一條路 要十八個月 哈哈哈 真事來的 是曾玉成先生 當日小弟 真的聽著他這樣分享 所以 我想大家應該 應該是時候 要明白一下 到底 他們說的民主 到底是什麽一回事 這個時候想起 美國不是說要建高鐵的嗎 是啊 知不知道講了多少段 現在 在加州的確 建了一段高鐵 嗯 五百米長 是 大橋的 高鐵 是 是 那麽多了 知不知道他説説起高鐵 講了多久 他説講幾久 一回事 他現在的確 有起一條的 是五百米 在橋上面 橋兩邊是沒有ца接下去的 OK 哇 這一個很特別 小弟都打算錄一段片 講一講美國的高鐵 啊 對了 哈哈哈 那這個我説過了 在我的影片裡 我就找回資料傳給你看 你用第二個文章說的 是厲害的 其實如果是說美國的高鐵 其實它說要建立已經是由1960年代到現在 是不是很難想像 好像我說過 建條鐵路來我這一區 說了三十多年 四十年了 另外一條高速鐵路說 把麥爾本和雪梨搏在一起 這個 德國港治 現在連港都變成政治不可 政治上不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那些行公司 現在我們有 變成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 我們雪梨和麥爾本之間 航班密度是世界第一或者第二的 所以大家應該很滿足了 你就不要打算要高鐵了 高鐵方便一些 不行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阻礙我賺食 是的 這個真是對不起 跟著德國 支持言論自由 媒體自由 社會會有較寬鬆的氣氛 但是我們往往見到好像 好像 葉Sir你剛才說 現在說要建高鐵是政治不正確 但是你說如果真是一個自由的角度 你何來有政治不正確這件事呢 不是大家想說什麼都可以嗎 這裏有人說一件事就說 美國人可以罵我們的政客 可以罵我們的總統 中國人不可以罵習大大 我勾頭 習大大何時有空聽你罵他 另外有多少人會罵習大大 一般沒有人會罵他 一般沒有人會罵他 不是不可以罵 而是沒有得罵 這樣做都不可以 其實說真的 你自己在下面罵 其實他不理人 因為其實在這些這樣的政治制度之下 他是走著精英階層統治 那些精英和平民是隔開的 你罵到擦天也好 你對他的權力利益是完全沒有影響 說真的 我權力利益在手 我都不理你罵 你肥肥口罩有什麼所謂 但是萬一你去衝擊他的權力利益 你看他的下場是怎樣 例如好像QA 當日特朗普選不到 他就去衝擊國會山莊 結果怎樣 去看佩洛西部電腦那個人結果怎樣 真的有自由嗎 我問了 譬如有維基解密 Julia 山莊 維基解密 其實看到的 所謂的自由就是 你不影響到他 你就可以亂急 影響到他的話 他就會有各種手段去制衡你 或者使他成為一個政治不正確 你說都不能說 有些話是不能說的 不如你說一些反對猶太人的事情 你是不能說的 這是犯罪來的 是啊 其實你說這一點小弟覺得不成立 因為我們看到正正就是在走這個制度的國家 直接講就是美國 他們反而是不容許言論的多樣性 你連反猶太人都不行 不可以的 你就算是反以色列政府 你不要說反猶太人 只是覺得政府做的事不對 例如在加薩地帶所犯的事 不可以的 其實說真的 我們甚至看到 由這些國家發展出來的媒體 的社交媒體 我們大家都在油管上面玩 你被人禁聲了多少次 小弟被人禁聲了多少次 支持言論自由 媒體自由 會有較寬鬆氣氛 我完全看不到 其實由我們自己個人經歷已經可以看到 我們甚至不是身處那裡 他的牆壁管轄 令我們喪失了很多自由 好像小弟上次 就是評論一次 顏色革命的結果 結果被人禁了一個星期 所以很容易看到 而且我們只要說得加薩多的話 說猶太人不好的話 相信這個台也不用繼續搞下去 我上次就把 美國媒體上面那些 猶太人的名字 貼了出來 兩個星期 是 被禁了兩個星期 不是貼了兩個星期 好了 我們繼續 第七點 第七點 就是 不要緊 壞了 有得 有得改 是 如果萬一選錯了 下屆不要選他 其實沒有 大佬你選錯一個領導人 很嚴重的 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叫烏克蘭 另一個叫阿根廷 剛剛發生的 是 再有另一個不是國家來的 是一個地區 我們的散份 彎彎 你選錯一個人 你真的可以很嚴重 而且那種嚴重呢 因為現在世界變得快 你說呢 華盛頓年代 你選錯了不要緊 反正三十年都是沒有什麼變過的 但是現在 你三年 你好像 好像 小黎經常覺得 香港的競爭力跌得這麼快 因為我們呢 用了二十年時間去做內耗 原地踏步了 是啊 原地踏步了 你不要說二十年 你原地踏步五年 你其實你已經輸給旁邊的那些了 很簡單 你和旁邊 深圳比一比就知道 是啊 或者 不要這麼貼的 我們和新加坡比一比 整天 在西方那些什麼排名 我們不是經常和新加坡叮噹碼頭的 嗯 今年你第一 明年我第一那些 現在香港跌到多少 其實原地踏步 現在這次 是一個這麼快速改變的 這個時間呢 你沒有時間給你去原地踏步 首先第一件事 而第二件事呢 就是小弟呢 當日有個 有位小朋友 我和一位小朋友 整班人去燒東西吃呢 和一位小朋友聊天 他呢 就是一些 很做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人來的 因為呢 其實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的了 因為被洗腦嘛 其實真是 教育制度是洗腦洗腦很重要的 那 然後呢 他就有和我說這一件事 那小弟呢 當時給他反應就是 到底一個制度 他只是可以 給你選錯人的時候改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令你選到一個正確的人出來 這個是不是一個好的制度呢 就是 當你換政黨的話呢 那個政策就斷了 是 政策斷呢 就是說呢 就是 有一些投資 做了前期投資 那個利益要去做個整個 做完才有的 就是你 你建了一條路 建了糧了 建了橋了 但是呢 就沒有駁通兩邊 你後期駁通才有用 那你換了政策了 不建了 暫時不拆住了 把手拆掉了 那怎麼辦呢 前期做的事情都沒有了 錢呢 不要緊 阿公的 對那些議員來說 沒所謂的 阿公的錢 不是自己錢 是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現象 來的 嗯 另外就是 看看這些做錯事 搞到整個國家 遍體雷霜 死傷無數 或者經濟大衰退 大蕭條 這些 或者拿納粹人的文枝文膏 去買一大堆垃圾 甚至都不運過來的 還放回美國的 是啊 其實我們看到這些例子 是比比街市 再加上 一個制度 那樣 所謂的選舉式民主的人 他們很多時候會拿這個項目 聽到就打他了 好了 那麽就 第八點 其實我們都掩蓋了很多 民眾是理性這個問題 嗯 那麽所以我們 就應該呢 是 平駁駁了他的所謂優點 或者我們下一節 開始我們講一講 到底普遍看有什麽的缺點 那MN走了進來 MN進來就打個招呼 走了進來很久了 我看你講不開心 你應該不理你了 咦 為什麽MN會有 金平媒錄播的連結 不知道 你扔出來的 應該是你扔了 因為不要記錄了 不要緊 OK 不要緊 我們很歡迎MN一起討論 我講一句 台灣省的不肖 不肖 不知道是什麽 不肖子孫 這些 不肖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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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很多例子 可以看到 他們經常說 不要緊 你問我們這個選舉制度 好的地方就是 萬一你發覺自己做錯決定 假不肖子孫 你還有得改 下次不要投給他 但是其實會死了人 死了 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是的 蘇聯解體已經是這樣 領導人說解散 一聲就解散 你記不記得蘇聯解散之後 人民很可憐 是 所以真正 這個就是當時 倭巴卓夫 他被西方愚弄了之後的結果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你想想 以蘇聯這麽強大的實力 這麽悠久的歷史 這麽高的國際地位 但是只不過是選錯一個人 落得什麽田地 是 亦都因爲選另外一個人上了場 他們又康復 是 所以領導人更重要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的大帝 普京大帝 很重要 但是這個重要不是因爲人選出來 而是他有能力 又願意做事 是 那麽我們這集做到這裏 那麽我們下集和大家再見 是 下集MM都會繼續在這裏 好 拔好他在這裏 改名了 加多一個M在某裏 好 多謝各位 多謝葉Sir 好多謝 拜拜 拜拜